鼠齡生活 生活鼠齡 那你現在是哪一個階段呢 是在鼠齡生活 還是生活鼠齡呢 還有另外一個階段 但是現在先不要講 好 我後面這邊有一個馬賽克 那這個馬賽克 哇 好重 這個馬賽克是那個 法德普菲瑞 馬賽克你可以看到 這個很重 把它放起來 然後這一陣子在修道院 又幫人家弄馬賽克 那弄馬賽克不是主要我學的 不是我專修 所以這一方面我比較不了解 那幫忙的時候 我們就幫他香這個馬賽克 香的時候他們 反正就是把那個地方填滿 填滿但是你要看那個顏色的就是需要 他可能是漸層或者是同樣顏色 但是同樣顏色你要弄得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我在拍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說這個顏色選得很好 但是就是距離有臉開 然後後來我就把它排得很整齊 像牙齒一樣就很整齊很整齊 然後他們就說 就是很整齊的時候 但是你有的要密一點 我就說原來要更密一點 所以因為第一個跟我講說 就是 就是要 因為我排表開 他說要密一點 那我就弄密一點 然後第二個人經過 因為他們那個team 就很多人 比我們這邊多很多 大概 很多 快要二十個人 然後第二個人又經過 我就問他說 你看看怎樣 OK 然後他就說 還要再緊一點 然後我就把他弄靠近一點 然後又第三個人經過 我就問他說 那你覺得怎樣 因為一直拼一直拼 會越拼越大嘛 所以你不要全部都拼完 然後戳再改很麻煩 所以 只要有人經過我面前 我就會問他 結果第三個人就跟我說 這邊不要太 太緊 要開一點 那我就說 哦 原來那個剛才是太靠近了 然後還是要開一點 然後我就把這邊弄開 又把別的地方弄開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不是這樣子 這邊開一開 那邊緊一緊 我覺得 每個 問每個人 每個人都不一樣 第一個說靠近一點 第二個要更靠近一點 第三個 有的要靠近 有的要開一點 哦 搞得我亂七八糟 然後我就覺得 弄一個馬賽克那個 齁 筆劃那個 色象畫 呃 不是難 但是比較要怎麼講 龜毛 然後我的個性又不是那種 很仔細的那種 然後我就跟神會講說 如果我在這邊就是 有空的時候一直去幫助他們的話 我可能會得到強迫症 因為等到你學成的話 這個你看到東西可能就把它弄成那樣 弄成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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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敗正廷 神像畫家 學習 那當然 畫風有一些不一樣 但是你也可以學 他們的畫畫 所以在他們的畫法的時候 我就可以學到 他們的個性還有領袖 像我第一個 呃 聖香畫老師 昨天跟前天都在他家 煮了好多東西給我吃 就是他畫畫的時候 就是 非常注重鼠靈的生命 就是 呃 就是會放聲樂 然後 我去學的時候大部分都是暑假 暑假超熱的 然後他都不開冷氣 然後 然後那時候 我就是在他 他家跟離畫室很近 那他家是有開冷氣 畫室是不開冷氣 有冷氣但是沒開 我就想說為什麼不開 哇好熱 那個汗都這樣直接流下來 然後 我也沒 我也沒講啊 因為 就是 老師嘛教你 你怎麼可能說 老師都不嫌熱了 你再嫌熱 後來 有一天 他就說 今天 嗯 我不教你了 我就想說 在希臘 又白浪費一天 因為我每天都要計算 要用多少錢 那今天的 費用就是 有包括就是我來學習什麼什麼 欸 好像白花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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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到東西 然後 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他覺得今天他不適合畫畫 他是沒有仔細講為什麼 他可能是 心情不好啊 或者是 嗯 情緒上 或靈命上 然後他就覺得這樣是 不適合畫畫 不像我在台灣 我畫畫 不管怎樣 哪天脾氣好不好 怎樣 我都就是要畫 我就畫 那他如果是有一點不好 他就不畫 然後我就跟神父講這件事情 神父說那當然啊 因為你畫這個 神像畫 神像畫 它跟一般的藝術畫不一樣 藝術畫 你可能 有的會走到商 就是商業性 就可能會賣得很貴啊 可是 呃 神像畫 它不是走商業性 它是一個 呃 宗教會畫也是藝術 但是對你靈命上 就是有些人會看著神像畫 然後你看一整天 你也不會覺得疲累 那這個神像畫就是 有些人畫的 就是你靈命上很好 就是 呃 鼠靈的生命很好 也許你的技巧沒那麼好 但是你的神像畫 它裡面有一種甜美的感覺 那如果你的技巧很好 可是你的 呃 呃 靈性生活不好 呃 也許看起來很漂亮 可是它就沒有給人家那種甜美的感覺 那像我那個呃 我身像畫老師 他就很注重在這一塊 所以呃 他就是呃 那天就沒畫 那呃 呃 有一次他就跟我講說 欸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開冷氣 大概是我心裡一直想 一直想 一直想 所以上帝告訴他 要跟我講 那我就說 我不知道 本來想說 因為你要神爹 但是我就沒講 我就說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 因為畫身像畫 都是要最自然的 就是你自然的風 那那個顏料 它濕的嘛 會乾 自然的乾 而不是用那個 冷 當然冷氣不是直接吹化 可是會影響那個繪畫的品質 那有的人就是在乾 他可能是要賣 或是怎樣 他會用吹風機吹 那我們也不鼓勵這樣 全部都是自然的 如果那一天是陰天 可能也不會畫畫 那人家 你們可能說 為什麼陰天不畫 因為我們像 我們在教堂畫畫的時候 都是他有窗戶 都很亮 然後都是那個太陽的光 那因為像我以前 在那個台灣畫畫 可能是我很晚睡 我喜歡就是白天一直畫 畫到晚上 那晚上沒有太陽光 會就是開燈 那開燈一直畫一直畫 那這個東正教徒 我們不鼓勵這樣子 因為我們都是用自然光 自然光 我們告訴我們自己說 真正的這個光是來自上帝 不是陽光 雖然是陽光提醒我們 但是要贏我們就是自然的光 但是到了晚上 你可能會開日光燈 或是其他的燈 但是會發生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後來我學乖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開那個燈你畫起來 等到白天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顏色會不一樣 因為它那個日光燈 它會改變色彩 也許你要塗這個顏色 你覺得是對的 可是到白天你看 怎麼這個顏色走色 因為它那個 像有的燈 像這個燈 有點黃黃的 有的太白 或者太白有時候會變成青綠 太黃的話會變成橘紅色 所以你到白天的時候 你會覺得晚上你辛苦那麼久 然後那個顏色就是畫錯了 可能就要重畫 那所以我這邊所要分享的就是 屬靈生命就是要走正規的道路 而不是走一些取巧的道路 當然我也是在這邊學習 像我的那個聲像畫老師 就是我在這邊畫的 就是我在這邊畫的 他有時候會跟我開玩笑 這樣子好像夠長了 好那我講到這邊 等一下再錄另外一集好了 好今天到這邊 謝謝 謝謝